那三月底呢 周杰伦在北京开了自家的餐厅 那么这两天呢 由周董参与投资的健身房也在上海开业了 自从当上了准爸爸 尽管我们不想承认 但是周董这样的一个赚奶粉钱的节奏好像也是明显了点 看来啊 养家的男人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掌声欢迎周杰伦先生 原定下午三点开始的活动 由于周杰伦航班延误等各种原因 所有记者在雨中苦等了两小时 潜呼万唤使出来 但短短12分钟之后 周董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离开了 你要不要再调皮一点 好 掌声鼓励 谢谢周杰伦 谢谢 那么12分钟里周董干了些什么呢 首先是做广告 你不好好去健身 怎么会追到可爱女人 没聊几句又宣传起了第二天的演唱会 比如说像是明天 明天 明天是在南京 南京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但是媒体花两小时等的当然不止这些 老婆在家待产且先不说 今日跟好搭档方文山两个人更是被西唐一家酒店扣上了吃霸王餐的帽子 全身上下都是话题 可原本说好的媒体军方也和两天前在上海出席活动的方文山一样 取消了 看周董神色情绪的模样 就知道这回人家又是全部武装而来呀 对负面新闻毫不上心 赚奶粉钱周董可是操碎了心 在北京开餐厅 健身房也已经是台北之后的第二家 而且这跟普通健身房大不相同 据初步了解 周董这儿的会员年卡最低价约1万人民币 最高价的VIP卡可达7 8万 要问周董有何自信如此要价 除了健身房必须充斥着包括背景音乐在内的各种周杰伦的元素 极高的壮心几率可能具有更大的优惑力 其实这边应该会是情况来去定他的时间 希望年轻朋友就是多来健身运动一下 光是台夜第一天 彭于晏 李晨等运动爱好者就已经入会 凭借周董的号召力 让各路大腕在上海慷慨解囊 办上一张健身卡应该不是难事 幸运的再见 上海才放不到